按下工具栏上面的登录按钮 可以把用户带到一个页面 在页面上我们可以添加一个 OnTap Login Button这个方法 它是我们绑定在登录按钮上面的 Tab时间的一个处理方法 里面我们可以用一下WX Switch Tab 去切换应用的标签 URL是Pages Users Show 在模拟器上面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按一下这个登录按钮 打开的就是用户的个人大案页面 因为这个页面是一个标签页 所以切换到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们用的就是WX Switch Tab 先退出一下登录 再回到之前的内容页面 现在我们要让工具栏上面的 这个用户登录的提示 只在用户没有登录的时候 才显示出来 在这个内容页面上 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 表示用户登录状态的一个数据 名字可以叫做Logged In URL我们可以先让它等于True 然后在这个Unload的方法里面 我们可以去用一下Validate Token 去验证一下JWT是否有效 也就是用户的登录状态是不是有效 再添加一个回调 结果可以是Result 判断一下如果探号Result 就是验证失败 我们可以用一下 List Set Data 去把页面上面的Logged In这个数据 设置成False 这里面用的这个Validate Token 我们先就导入一下它 在文件的顶部 用一个Import 导入Validate Token 来自上一级目录的 上一级目录下面的Libs 下面的Auth JWT 再打开页面的视图 找到Toolbar这个里面的Toolbar Overlay 在这个组件的上面 我们可以去用一下WXIF 探号Logged In 意思就是如果用户没有登录的时候 才显示这个提示 现在工具栏上面会显示这个登录的提示 因为我之前退出了登录 再按一下登录 打开个人大页面 我可以直接选择用微信登录 成功以后 再返回之前的内容页面 现在这个页面上就不会再显示登录提示了 因为当前的用户是登录的一个状态 再试一下 我们可以去添加一条评论 这个新添加的评论 会在评论的列表里面显示出来 请不吝点赞订阅